为什么要听这本书,打造以自由与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? 出品的内容,这家公司就是Netflix,奈飞。奈飞是美国著名的流媒体播放服务商,公司成立于1997年,最早它是做DVD出租生意起家的,后来顺应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拓展业务,在2007年推出了在线视频流服务。 不过呢,跟一般视频网站不同,奈飞赚的不是广告费,而是会员订阅费。经营多年以后呢,公司就觉得,与其从别人手里要播放权,还不如自己制作内容。 于是在2013年推出了第一部原创剧《纸牌屋》,结果一鸣惊人啊,奈飞的知名度蹭蹭的往上涨,市值一度超过了老牌媒体巨头迪士尼。 如今的奈飞已经成为最值钱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公司之一,遍布全球190个国家,在全世界拥有1.4亿用户,公司估值超过千亿美元。 那么,奈飞为什么能这么成功呢? 这跟它独树一帜的企业文化紧迷相关。 怎么个独特法呢? 今天啊,给大家带来这本书《奈飞文化手册》,就带你一探究竟。 本书作者帕蒂·麦考德,曾经是奈飞的首席人力资源官。 2009年,他和公司CEO创作了一份介绍企业文化的PPT,结果呢,意外被疯传,累计下载超过1500万次。 有人甚至说,他是硅谷的重要文件,而本书呢,就是麦考德对他的深度解读。 在麦考德看来呢,21世纪的人员流动越加频繁,人们更看重工作带来的自我价值和精神满足。 这意味着,很多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过时了。 于是,他和奈飞的其他高管一起打造了一套新的企业文化,尽可能简化工作流程,让员工充分行使权力的同时,打造强大的纪律,实现自由与责任的统一。 在这本书里,麦考德从招聘,绩效考核,升职,薪酬等等方面,介绍了奈飞极具颠覆性的八条文化准则。 相信能给你带来一反常规的思维,也给打造更优秀的团队,提供参考与灵感。 好了,大家不妨带着下面几个问题,跟我走进奈飞的企业文化吧。 第一,为什么应该让所有员工了解公司业务呢? 第二,在用数据支持观点的时候,要注意什么呢? 第三,如何恰当对待要离职的员工呢? 准则一,只招成年人 奈飞文化的第一条准则是,我们只招成年人。 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啊,能正式到公司工作的肯定都是成年人啊。 不过,奈飞要的成年人可不只是年龄上的成年,更重要的是心态也要成熟。 那怎么才算是成熟的心态呢? 应该是渴望接受挑战,渴望成功的。 在很多管理者看来,要想提高员工的绩效,就必须提高待遇。 用高薪奖金作为激励,但实际上,比起这种外在激励,内在激励的效果更加强大。 如果你去问问那些成功的企业的元老,在创业的过程当中,什么时候觉得最高兴,最满足?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说,是公司刚起步,或者说遇到转型难题的时候,那这恰恰也是创业最艰难,最有挑战性的时候。 通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让团队走出困境,获得成功,这带来的激励,是多少工资和奖金都无法比拟的。 所以说,心态成熟的员工,应该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,并且愿意为此竭尽全力。 这样一群高绩效的人聚在一起,才能形成伟大的团队,大家一起干大事。 不过呢,把这些成年人招进公司,是不是就完事了呢? 当然不是了,我们知道成年带来的独立自主,包括两个方面。 一方面,成年人应该更自由,更不受管束。 另一方面,成年人也应该能独挡一面,主动承担责任。 同样道理,对于这些渴望挑战和成功的成熟员工,公司一方面应该给他们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,不要用太多的规章制度去限制。 另一方面,也要合理分配责任,打造强大的纪律文化。 在奈飞,公司决定做原创内容以后,首席内容官泰德·萨兰多斯就专门去寻找有理想,有执行力的顶级创作者,并且省去了繁琐的制作流程,给他们自由创造了空间。 比如,在开发新节目的时候,一般是先做试播集,再根据效果,决定要不要继续。 而奈飞呢,则给创作者足够的信任,允许他们整计整计的制作节目。 那同时呢,奈飞也会保证让创作者本人对节目的质量负责,而不是像传统的好莱坞工作室一样,通过委员会来搞创作,分散到每个人头上的责任呢,就非常有限了。 事实证明,这种自由与责任并重的模式,效果非常显著。 奈飞的新内容开发量每年都翻一番,市场口碑也很不错,部门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。 大家可能会问,既然奈飞摒弃了繁琐的工作规则和流程,那又怎样保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呢? 接着往下听。 准则二,让每个人都理解公司业务。 都说,位置决定想法。 传统管理观念认为,员工所在的部门和等级就决定了他的视角,那每个人只要了解并且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就行了。 但这样做,往往会带来两个问题。 首先,员工没法站在更高的角度,全面深入地理解公司业务,也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对公司有什么重要性。 另外呢,他们也会觉得,公司怎么发展是领导要考虑的事情,跟我没关系。 结果就容易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 而奈飞提倡的是用清晰而持续的沟通,让每一位员工清楚公司的业务模式和未来的发展方向,从而更好的发现和解决问题。 这就是奈飞文化的第二条准则,要让每个人都理解公司业务。 奈飞有一个新员工大学,每个季度都会腾出一天时间,让各个部门负责人讲讲各自业务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和进展。 反过来呢,每个员工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、批评和其他意见,不管对方是哪个部门哪个级别的管理者,就连CEO也不例外。 这种双向沟通呢,不仅能让员工更好的获取信息,有时啊,也能让管理者得到启发。 比如有一回,奈飞首席内容官萨兰多斯跟大家解释电影发行的窗口期,也就是电影啊,拍完之后,要先上院线,再进酒店,再录成DVD,之后呢,才上视频网站。 那有个程序员就问了,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窗口期呢? 萨兰多斯一下子就被问住了,他只知道这是业内的常规操作,却从来没有思考过原因。 后来呢,他开始挑战这种传统的做法,甚至在几年以后,一次性上线了一整部连续剧。 在公司转型的时候,就更加需要员工了解公司业务了,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认可,才能够顺利度过转型期。 比如说,2007年,奈飞正式宣布业务模式转型,打造在线视频平台,每月只需付7.99美元购买会员,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在网上观看奈飞所有的影视资源,而不用等着DVD寄到家。 对于奈飞来说,这次转型不仅彻底改变了产品的发货方式,计费方式,也大大影响到公司结构,部门设置和人员配备。 在传统的邮寄模式下,如果用户租的DVD没有按时返还,就得交支纳金,这对公司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收入。 可如果换成在线订阅模式的话,就不存在到期不还的问题了,也就没法收支纳金了,很多员工就觉得这肯定行不通了,因此很抗拒改变。 这时候,管理层还是凭借着强有力的沟通解决了问题,他们跟所有员工详细沟通了转型的理由,会面临怎样的挑战,可以如何去克服,需要员工怎么做,才能够共同实现目标等等的问题,最终让公司成功转型。 我们刚才说了,用沟通让每个员工了解业务,把公司上下连在一起,不过呢,在另一些情况下,沟通也至关重要,比如说提一件的时候。 而奈飞文化的第三条准则就是,绝对坦诚,才能获得真正高效的反馈。 很多管理者发现,员工做得不对,或者说不好,往往会选择闭口不谈,要么是觉得就算说了,对方也理解不了,要么是觉得直接批评太伤感情。 但实际上呢,如果因为顾及面子,就拐弯抹角,甚至是藏着掖着,不仅对方意识不到问题,错过改变的机会,也会给管理者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。 更糟糕的是,不当面表达意见,却在背后对别人指指点点发唠躁,会助长不良风气,不利于团队协作。 所以坦诚沟通,才能最高效的解决问题。 在奈飞,公司建立了一个实名制的反馈系统,谁要是对谁有意见,都可以开诚布公的反应,公司在统一转达给每一个人。 那结果就发现,大家收到的呀,大都是建设性的意见,能够真正消除隔阂。 除了建立反馈机制以外呢,管理者还应该以身作则,用行动向员工证明他们可以畅所欲言。 哪怕是坏消息,或者你不赞同的意见,也应该给他们表达的机会,用心去倾听。 不过要注意了,绝对坦诚并不代表你能随便骂人呢。 我们可以利用下面两个技巧,让自己的批评更受欢迎。 第一,对事不对人,你可以批评某种行为,比如说,你这样做不够好啊,而不是给对方定性,比如说,你不够专心啊。 第二,反馈应该是具体的,可操作的,比如,你努力工作,这很不错,但你没有区分任务的轻重缓急,合理安排时间啊。 如果只是笼统抽象的说,你做的不错,但还是不够,其实就没什么意义。 虽然在奈飞每个人啊,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,观点,甚至是批评,但是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必须用事实说话。 这是为什么呢,接着往下听。 在工作当中呢,我们难免会因为想法不同而跟别人争辩,那有的人呢,可能观点不对,但口才偏偏很好,说着说着,就把对方绕进去了。 而有的人呢,看法很对,却有理说不出,无论哪种情况,都不利于决策。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,奈飞定下了第四条文化准则。 只有事实才能捍卫观点,从事实出发,不仅能够让我们完善自己的观点,对于那些我们不认同,但同样有事实依据的观点,会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对待,从而更有利于互相沟通,理解和学习。 比如说,奈飞的市场部员工收到客户投诉,说视频缓冲时间太长,如果他去质问技术人员,啊,怎么搞的,缓冲时间那么长,赶紧解决这个问题啊。 恐怕是无异于解决问题的,反而不利于同事关系,那如果说他注重事实,问对方,缓冲时间太长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 通过这种真诚的提问,他就会更加明白技术人员面对的困难和挑战,不过要注意,用事实来捍卫观点,并不等于用数据来捍卫观点,数据只是一个辅助工具,作为决策时的参考,比如说,奈飞的内容团队会根据新节目的收视率,改进具体的运作。 那相反,如果过于依赖数据,它可能会成为错误的挡箭牌,比如,有试播级的电视剧《最终失败》,制作团队总是可以把责任推给数据,说,当初测试的时候明明收视率不错呀。 你看,除此之外呢,我们在用数据作为指标的时候呢,还要留意下面两个问题。 第一,要小心毫无用处的指标。 有一次,奈飞的一个工程师开发了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软件,让每个人花两小时填表格,最终却没有任何的用处。 为了拥有数据而拥有数据,只会浪费时间精力。 第二,保持指标动态,不断重新审查和质疑。 比如,公司考核人力资源部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离职率。 觉得离职率越低越好,但其实呢,离职率的高低应该跟公司的需求匹配。 如果员工呢,在一个长期的项目中中途离职了,当然不好。 但是,如果在短期项目结束以后,有员工离职,反而是好事。 因为呢,公司暂时用不到那么多人了。 那总之呢,从事实出发,反复审视和讨论观点,才能做出更有效的决策。 对于一个成功的创业公司来说,创始人团队往往拥有很重要的地位。 毕竟是他们一手把公司做起来的。 所以啊,很多创始人会觉得,自己有责任对老员工保持忠诚。 比如说,应该给老员工升职。 或者,就算是公司进入新的阶段,他们不能再胜任新角色,也不能抛弃他们。 否则呢,就是过河拆桥,无情无义。 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,不论是对公司还是员工,这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首先,公司组建的是一个团队,而不是家庭。 管理者的目的是确保公司成功。 所以呢,招聘和解雇应该以团队绩效为出发点。 那换句话说,公司没有义务暴揽员工未来的晋升和成长,那试图扮演这种角色,反而可能会阻碍员工的发展。 那反过来,员工应该主动管理自己的职业,学习新技能,接受新挑战,没有必要守着一家公司。 其次,企业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员工。 一般来说,创业初期需要想法疯狂,干劲冲天的人,去探索未知,去不断试错。 但是等到企业开始迅速发展,遇到的问题往往规模更大更复杂,这时候需要的是经验。 当人才的技能和公司的需求不匹配的时候,必须及时的调整。 搜寻新的人才,让团队跟着一起进化,否则只会把整个公司都拖垮。 最后,高绩效的员工并不一定擅长管理,如果盲目从内部选拔,就可能把一些不合适的人推上管理岗位。 如果出现职位空缺,与其非要内推一个人来做一项他不擅长不熟悉的工作,还不如直接从外部招聘一个经验丰富的出色人才。 所以,为了公司和员工都能够更好的发展,应该保持人才的高度流动。 比如在奈飞拓展线上业务以后,原来的数据处理能力已经远远跟不上业务的发展速度,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数据团队。 于是,公司马上招了几个在云运营方面经验丰富的人才,并跟亚马逊云服务达成合作协议, 而没有依托原有的信息技术团队建立自己的云系统。 那么,如何知道团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,更好的规划,随时做好调整人员配置的准备呢? 这就要用到奈飞文化的第五条准则。 现在就开始组建你未来需要的团队。 首先,你可以想想啊,有哪些事情是团队现在没有完成,但是在未来六个月可以完成的。 比如说收入达到多少万,账款的周转时间缩短到几天等等。 接下来,想象一下达到这个目标之后,团队的运作方式跟现在比会有哪些变化? 比如开会的频率,决策的速度,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度等等。 那最后,从刚刚想象的场景出发,如果你希望团队将来能这么运作,那么成员需要具备什么技能和经验呢? 现有的人员符合这些要求吗?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,我们就能够看到目前团队的缺陷和不足,明确对人才的需求,从而打造一支面向未来的团队。 那么在挑选人才的时候,又要注意什么呢? 接着往下听。 准则六,让员工与岗位高度匹配。 要想建立一支优秀的团队,除了我们刚才说的,用未来的眼光审视现在的团队,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,那就是让对的人做对的事。 这也是奈飞文化第六条准则,那就是员工与岗位的关系不是匹配,而是高度匹配。 具体怎么做呢? 我们不妨来参考奈飞的几点成功经验。 第一,正如一开始的准则一所说,要招聘那些渴望成功,渴望挑战的高绩效人才,而不是用高薪水,高福利和稳定的岗位来吸引平庸的人。 第二,就像刚才准则五提到的那样,要积极引进新的人才,打造一支面向未来的最佳团队。 这样才能让公司保持灵活,不断创新和增长。 第三,寻找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,而不只是最优秀的人。 都说,合适的才是最好的,由于不同公司的产品类型,目标客户,经营理念各不相同,这家公司的一流员工到另一家公司可能只是二流员工。 所以,在员工技能和经验符合要求的基础上,还要看他们的兴趣点跟这份工作是否契合。 第四,多留意简历之外的东西。 有时候,要衡量应聘者和岗位的匹配度,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比过往经验更重要。 比如说,奈飞刚涉足流媒体业务的时候,公司想招这方面的人才,但是当时流媒体在整个市场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,很少能够找到相关经验的人。 怎么办呢?负责招聘的高管贝特尼想了个办法。 在当时,奈飞的节目只在Xbox、Roku和Tivo这三种设备上播放。 于是,贝特尼问应聘者,在其中一种设备上,奈飞三十天内就收获了一百万个新用户,你猜是哪个呢? 由于那会儿,这个Tivo特别的火,大多数人马上就猜到的是Tivo。 但是,有一位应聘者却说是Xbox,因为他发现在Xbox上只有金卡会员才能订阅奈飞。 那所以,他觉得那些已经花了钱买了Xbox会员的人,会比其他人更愿意付费订阅奈飞。 事实证明,他说的没错。 尽管这个人简历上没有任何跟计算机或者传媒娱乐相关的背景,但他就是奈飞要招的人。 最后一点,让管理者深入参与招聘的流程,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,招人这不是HR的活吗? 实际上,如果管理者能够理解公司的招聘方式、流程和细节,会大大提高招聘的效率和效果。 毕竟,只有团队负责人才知道具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。 奈飞要求每位管理者都参与招聘。 如果说有经理要面试应聘者,他甚至可以取消或者说缺席其他会议。 听到这儿,你可能要问,奈飞反复强调在招聘的时候不要用高薪水来吸引人才。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加入奈飞就是单纯为了理想而奋斗呢? 当然不是了。 奈飞的员工同样可以拿到高工资,但是衡量标准跟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。 他是什么呢? 准则7,员工带来的价值决定他的薪酬。 尽管我们前面反复强调,真正的高细效员工是渴望成功,渴望挑战的。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看重钱,毕竟工作也是为了吃饭嘛。 所以薪酬制度也是影响公司招到合适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很多公司在定薪酬的时候往往会做行业调研,参考市场的标准。 但是这样做存在几个问题。 一是,现在的岗位分工越来越细了,很难确切了解同行业的标准。 二是,很多重要技能没法通过调研来衡量,比如判断力、合作能力。 三是,现有薪酬系统反映的是过去和现在的情况,而招聘要考虑的是未来。 所以,用当前标准评估出来的员工价值是之后的。 在这一点上,奈飞又是怎么做的呢? 那就是奈飞文化的第七条准则,按照员工带来的价值复兴。 这个价值,不只是要看实际的业绩,还要考虑员工的技能值多少钱。 如果严格按照薪酬标准执行的话,不仅会损害优质员工的利益,还可能让公司失去宝贵的人才。 那比如,曾经有一位奈飞的员工到谷歌面试,那谷歌给他开的工资比奈飞高两倍,怎么办呢? 如果不给他加薪,他很可能就会跳槽。 更糟糕的是,他掌握着一个很少有的个性化技术,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。 于是,公司在考虑盈亏之后,决定给他加薪。 根据本书作者的经验,如果能发现最佳人选,并且给他支付市场最高水平的薪水,往往会发现,他们给业务增长带来的价值是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的。 当然了,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负担得起市场最高薪水啊。 那么这时候,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最有潜力提高公司业绩的岗位,尽量招到最好的人才,给他们最高水平的薪水。 奈飞还有一点颠覆传统的做法,是薪酬透明。 在大多数公司,工资一般是保密的。 这要么是因为公司给的薪水低于市场平均水平,要么是管理者担心员工互相知道赚多少,可能会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。 但是在本书的作者看来,开诚不公地讨论决定薪酬的因素和工资差异的依据,反而有利于激励员工向高处看齐,努力提升绩效。 总之呢,薪酬标准不仅要参考市场水平,更重要的是考虑员工能给公司未来的业绩和发展带来多少价值。 不过俗话说,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,再好的员工也总有一天要跟公司分道扬镳。 奈飞文化的最后一个准则就是关于分离的。 接着往下听。 准则八,离开时好好说再见。 在现代社会,一辈子捧着一个铁饭碗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见了。 我们前面说过,员工和岗位的高度匹配才会带来最佳的效果。 公司没有义务规划员工的职业发展,而员工呢也没有必要守着一家公司,所以人才的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 那对于要离开的员工,奈飞定向了第八条文化准则。 离开时要好好说再见。 这个好好说再见包括了几层含义。 第一,发现员工和岗位不再高度匹配的时候,主动让员工离开。 第二,坦诚沟通。 让员工呢积极对待要离开公司这件事。 第三,妥善安排员工离职的各个环节,积极给他们推荐其他的机会。 举个例子啊,有一回,奈飞的副总裁凯文·麦克恩特想让一个部门的主管离职。 尽管呢他已经在公司待了很久,但他负责的是公司正在逐步淘汰的业务。 如果他继续留下来,对公司来说没有多大必要,而他自己呢也没法再充分发挥能力和价值。 那对于这次离职,麦克恩特做了妥善的安排。 先是提前几个月,就跟那位主管打了招呼,讨论离职的事情,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 到了离职当天上午,安排他和把他招进公司的领导见面道别。 下午则召集他所在团队的成员宣布离职的事情。 那到了晚上,又把他要离职的消息发邮件通知其他团队和管理层,告诉所有人,这位主管为公司做了巨大的贡献。 而现在,他要去新的地方,发光发热了。 最后,继续和他保持密切联系,还积极帮他推荐更合适的工作机会。 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,理想的公司就是那种离开之后仍然觉得他很伟大的公司。 如果员工知道,虽然这个公司不再合适,但自己还是会得到认同和支持,那么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之后,也会怀念和感激原来的公司。 总而言之,企业文化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至关重要,优秀的管理能让好企业更上一层楼。 而在奈飞的成功之路上,他颠覆传统,读书一致的管理理念也是功不可没。 不管是招人,用人,留人,还是走人,相信奈飞这种以高绩效人才为核心,自由和责任并重的文化,能给我们带来不少感悟和启发。 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,都能从中有所收获。 好了,奈飞文化手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。 你有什么想说的,别忘了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。 路上读书,您的音频图书馆,我是鲁阳,下次再见。